主席 县长 两位秘书长 各位练习的首长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本期刚刚就接续一下我们周内国议员所提的有关于 南北之间交通的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6月5号本来在商业会也召开了 理监视以及各行各业的会议 其中就有一个韩山就提到说 他本来他的员工南北刚上班 都是很正常的大称南北的 那就是因为那天一下子爆满出来了 变成他来不及上班 然后公司就取消了他的全勤奖金 我想说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小事 但是我们从小事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我们稍微认真用心一点 就是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包括说你看台电上班的 然后还有在南北刚做水电的 做工程的 这些每天都要早上固定来上这个班的 我想说我们这边是不是请交通局这边帮忙一下 第一班是不是能够把航班的这个盾位给它加大 一般来讲的话我所知道的应该第一班大部分都是 因为56人和52人的小船 早上两班是大船 下午两班是大船 那个时间上的不一样 我想说在上下班这段时间 是不是我们能够做一些机动性的调整 甚至于说跟韩商说 这个上班重点时间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交通 也就是交通重要一环的这个位置 要留给那些上下班优先使用 你旅游的也不差说 8点上去或9点上去 因为第一班我们想特别注意一下 第二点我再请教一下我们公务局局长 早上我们议员也谈到所谓的摩托车开的时候的安全性 我一直不解 我们在南干最重要的一个路段 酒厂下来这一段到介寿村这一段 为什么只有半截的跳台 靠酒厂这一边进没有跳台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看今天早上 本来上班的时候 你看摩托车几乎都是往 往酒厂这边撇过来 然后那边 我们议会这边上去 然后机场那边过来 那个景象真的是显向缓身 那为什么只有半截的这个跳台 我都搞不清楚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设计呢 局长你可不可以这个 提出说明一下好不好 好 公务局长就说明 主席 谢谢陈议员 有关这个酒厂对面的跳台 我想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是因为就是下坡的时候 希望减速所以做了跳台 所以事实上也是很多人 尽量避过这个跳台 往左边走 确实会有一些危险 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再检讨一下 那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再就整段来检设 你要做跳台应该是整条都做过去 到那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 你否则现在不是 他现在到跳台那边马上转 马上左转 到酒厂到道面就就就就就就这样子 确实摩托车也都是这样走啊 对不对 是不是更增加那个那个 那个开的这个危险性呢 另外本性给你建议哦 像我们从中央大道到聚印路这一段也是 因为你很多车子要转到介兽村 有的那边是又不是单行道 从银行那边都可以上来这边 然后那个从下坡 那个炮兵这边下坡这个路 下去的时候 哇那个速度特别快 然后那边又是一个三角的一个 一个车辆的汇集点 假如没有把设置那个跳台啊 我想说这个以后 真的会发生发生那个问题 好不好这方面我们是不是注意到 尤其介兽村来往的车辆跟人员 特别的多 现在有上班下班时间 我想这方面那个请你 那个多用心一点 做好这个规划 我们已经有请规划公司 就这些三叉路段做一些检讨 那检讨完以后我们就会陆续来做 来来改善 好的好请坐谢谢 谢谢 第三个请教一下我们的建设局局长 我想说今天早上8点20分 本夕也受到那个 湘京的一个电话 就有关于说我们 那个接受蔬菜公园 确实你在任内 你非常用心的争取到这笔预算 我们县服前面的蔬菜公园 说真的也是 算是世界独一无二特有的景观 县服前面有菜谱 确实是很不错 但现阶段是显得凌乱 比较不整齐的一点 你争取的这个预算 当然说利益是非常好 愿景是希望说真的成为蔬菜公园 这是很不错的 但是本期不解啊 你工程做到一半 然后报挺工 之后呢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监工的怎么监工 本来你从县正午 接受村到县正午这条算是县服大道 逛的那个水泥啊 六七弯弯弯弯弯弯的 好像跟蛇形一样的 这个工程我们怎么来监工的 这怎么监工的我真的搞不懂 未来以后我们假如说中央长官或者是 我们那个想心一看 哇你这个工程 在县正午前面的工程 这个怎么做的 会做成这个样子 我想既然我们政府的预算 是这么的拮据 主要是这么的支持我们 做了就要把它做好吧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这种这种工程 局长你认为你要怎么做 要怎么收尾 对不对 又在一个主要的县正午前面 外宾来 贵宾来 几乎都会在 驻足在那个县正午 连江县正午那边 驻足在那边照个下 你现在这种工程 你到底要远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那厂商的那个素质 那个工作的态度 我们真的真的不敢领教 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 对不对 既然说把所有的泥土 怪手挖一下 往人家那个田里面堆放 这是什么一个态度 既然还可以说 我到底要赔给你 赔给你不是赔的问题 你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你是侵占人家的土地 对不对 我想政府既然说 做了就把它做好 对不对 免得造成第二次的民怨 这对这种形象来讲 也是真的真的非常不好 好不好 那局长 你知道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要怎么解决 我想在最短时间内 赶快把它解决掉 好不好 主席才是请局长做个答复 好 请局长做个答复 主席 谢谢副议长 首先对于这个县政府 前面主要的门面 这个工程做得非常的凌乱 我在这边 这个代表局里面予以致歉 所以这个案子 在做的过程 我已经几乎 在做的过程 几乎每个礼拜 开始会找监造 我们承办人跟产商 但是事实上 跟我们的想法 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正好 我们在作业这个过程 可能也有一点的延淡 所以农委会也要求 我们这个案子 一定要在今年的六月底 一定要完成 如果不能完成 一定要结算 因为它整个的 全国的补助的 这个相关的费用 只有马祖这个案子 还没有结案 所以他要求我们 这个要结算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就让这个案子完全结算 在结算的过程 我们已经专案签上去 现在应该是 今天或者这两天 已经到现场上面 应该是可以批示 我们马上进行后面 这个办这个案子 后面要做的 以及周边的国家 相关的这些 有机无堵的 相关的一些设施的 争取的费用 我们会一并 再做一个规划设计 跟一个工程标 马上进行 接后面的这个来作业 本来这个案子 我们是希望 能够赶在六月底前 能够好好做 但照目前产商的进度 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后续 我们对于这个时间的掌控 因为一般工程 我们那时候没有留意 这个点的重要性 是时间跟品质的掌握的重要性 是强过其他的一般的工程 所以后续的标 我们都会对于时间的掌握 已经工程上的 这个专业的这方面要求 我们会在后面的标 会强烈的要求 那希望后面能够作业的过程之中 能够确实达到大家的期望 那对于这个现阶段作业的 确实造成一些民怨 跟一些这个地方的一些不好的观感 我这边来做一个制线 你看那天我们县城考察 我们陪同县长在县地考察 我们议员 alone 哇局长你这个有智慧 有前瞻性 对不对 能够把那个走道下面作为蓄水池 然后再有八条的洁水沟 把那个雨水全集起来 然后浇菜浇花 我们还给你呃漏 想不到才四天时间 整个边疆 什么要报挺功 什么要回田 造成百姓那么大的困扰 人家那么好的一块田地 那么回沃的土地 你愿意把那个 泥泥不堪的土往人家里面堆 我想这个真的是 我们管理上确实 跟督导上出的大大的问题 这个这个部分我我我会紧密的介入 介入希望这个案子 不会再有这种状况发生 那这边我会很快的 先把这个案子先做一个结束 然后做一个初步回 这个恢复以后 我们立即接着是后面一个 后面一个标 希望这个案子后续 我们对于现在发现的缺点 希望后续能够都列在合约里面 做一个做一个严格的把握 好的好谢谢谢谢你的答复 谢谢 第四点本性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县长 就是介绍市场 那个月初已经帮你的县长 那个汤饭已经帮你的县长做买卖 我想请教一下县长 难道未来介绍市场的命运怎么办 就这样子让他一直颓废 跟方汇在那个地方 我们政府有没有协助相公所 如何把这个介绍市场 赶快把它站立起来 因为这个所有的马祖 只剩这个宝贝的市场 对不对我们现在政府 有没有哪一个方向 难道他的命运就这样结束了吗 有没有哪一方面的经费 或者哪一种的这个方式 能够让他处境站立起来 甚至于说土地有问题 那么法制是那么多 我们有政府单位啊 为什么不采取法律途径呢 好不好 主席才是 请示一下县长 好 请县长回答 谢谢副议长关心那个 我们接受市值市场的现况 在这里跟副议长报告 就是接受市值市场 南干乡已经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 就是做破组整修啊 预估未来可以10月20年 那预算经费预估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那我们已经同意补助他300万的预算 现在已经在发包设计之中 我相信在年底前啊 或者是明年初就可以发包设计 应该是在明年的下半年就可以完工 有一个掌心的一个市场提供来相亲 来服务相亲 那我们正积极的协助相互所朝这个方向去做 好 我们那个经费 经费来源没问题的吗 经费来源没问题 好的 没问题 谢谢你 第五点想请教一下县长 最近当然说我们马祖观光是 人潮是越来越多 但是相对的也衍生了一些某些的问题出来 诸如说本期也接到我们三人朋友的反应 我们尤其夜晚开航到台湾去的 这些所谓的五月份已经开了四个航次的 夜晚八点钟开完台湾的航班 那这一面每一个人说的都是每一个人的一套 有的说你下午三点多才通知我们 我们外岛的举官的什么赶不来 有的说希望你一点都能够公告 有的也则说你要开航之前你起码定一个机制 他这边对他们产生一个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你事先都没有讲 然后那个下午才决定说要开航 开航之后晚上人家订的酒席啊什么晚餐啊都不吃了 他说全部跑马头去排队去排票买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更有的是早上搭飞机台马轮过来的 一看到说马日这种天气 他说人家说可能要停个两三天 哇吓坏了早上坐台马轮来的 当天晚上就回去了 这个再再都造成我们所有的三民的一个一个一个损失 我想说这边我们是不是能够定立一套 那个开航的机制 比如说今天飞机没飞 那个船是不是说能够隔天到第二天早上开 也不必说一定敢在今天当天就宣布下午开完台湾 是不是也建立一个有戏的规则跟他的机制 会让大家有所依旋比较好一点 免得说那里跑这里跑 我一点就去排队了 排到五点钟 他说明明前面只有三十个旅行箱在那边 一个人买四张好了 一百二十张 他说买到我第三十一个的时候 我已经是坐票 也都在挖挖叫 我想这外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定立一个游戏规则出来 好不好 请县长答复 我想我们今年就是台马人流用 特别对于我们马祖春天这种多变的气候 对于滞留旅客的输运发挥很大的效果 我们现在有台马执行跟台马轮 一天可以输运的能量可以达到一千零八十人 那对于过去旅客因为机场官场会滞留 官岛好几天的现象这种事不再发生 但是我们在开始操作的过程 的确因为没有过去的经验操作上会有一些舒适 那我们在不断的检讨 我想这个操作会越来越熟悉 我们对于台马轮支援输运的计划已经订定办法 也经过我们县政务核定 只要发现自由旅客达到预估250人 我们就启动这个舒适计划 那其次我们在决定的时间 应该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间 那主要的困难有时候是马祖天气 它是瞬息万变 它一下子可能是能见度只有300 但是有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 它就是豁然开了 就是全部就是云开雾煞 机场就开场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判断 的确会有一些 因为天后团我们判断上会非常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一定会在12点到2点之间 做一个最好的时间的一个判断 以方便旅客来舒逆 那在这里我也是要跟副局长 跟各位相亲报告 就是我们做发展观光点 一定是永续的在发展 绝对不是在做这三年五年 那也有民众反映说 你旅客带走我晚上的舱 或者晚上的舱应该是因为晚上开 反而是可以多用一场 可能住宿会减少 但是我觉得这种旅客 因为我去密切的观察 如果说旅客他确定知道 今天晚上台马上可以开 他明天早上可以到达台湾 其实他的心情是可以接受 而且是很高兴的 他可以利用这一天的时间 来马祖还没有看的地方 甚至可以没有看到马祖的这种 很漂亮的这种雾的这种美景 他可以很从容的去再继续的去欣赏 马祖的美景 或者去买他自己想买的东西 对于旅客我讲是正面的 但是对于我们的业者 可能需要一点调制跟适应 但是对长久来说 是对地方是好的 但是我们在操作上 怎么样建立一个更便捷 更顺利的一个SOP 我们是不断的在检讨 我想最近一两次 就是更加的顺畅 我想这个部分 我想以后不管业者 我们民众还旅行业者 我们都会密切的合作 然后检讨 提供最舒适的 最便捷的一个服务 给我们乡亲跟旅客 好 谢谢您的答复 我想说既然说 我们有两艘船了 那么要订定起 这个游戏规则规范 让大家有一个依询 比如说我们下午4点确定要开 或者今天不开 明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开 我想这样子 一个能够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一个也能保障我们业者的一个权益 好不好 请坐谢谢 另外这边还有再有一点 我请教一下我们建设局长 我想说大陆都有所谓的休渔期 就是每年的3月4月 禁止出海捕捞 但是我们这边好像并没有订定休渔期 现在更有甚至 我们地区的很多所谓的游船的老板 船东几乎都是当地的人头 然后大陆是最大的股东 几乎都是大陆老板 我们这边只是相信过一个老板的名义 船东是他的 其实雇用大陆雨工 真正在处置于海上雨捞的 几乎都是这些大陆的幕后老板 我们现在政府到底也没有一个怎么样的管理机制 一个是休渔 一个是这种 怎么样子防毒 那个大陆的雨液到我们这边来 变成他是老板 幕后的老板 这个是蛮蛮蛮严重的一个课题 那么 那个局长你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主席财政请局长做个答复 好 请局长做个答复 主席 谢谢副议长 我想原来我们依法是一定是我们当地的渔民 绝对是老板 那如果当地的渔民我最近发现 确实像副议长讲的 有部分的渔民啊 大概是跟大陆来做合作 合作以后可能是一些大的股份 他撕下了 因为这个只能撕下 他没有办法公开 在我们来讲 这艘船的股份 这个一定是完全是我们本地的 县级的渔民所拥有的 那他们私下的作业 基本上第一个我们比较不容易直接干预到 因为法律上还是他的名义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也跟渔会那边也做进一步了解了 后续我们也做一些劝导去了解 去了解 因为他这个都是属于私下的作业行为 但是所有的挂名的一定是我们地区的渔民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留意 那第二个休于旗的部分 我们确实我们现在一季啊 跟福州渔业局都有一次的龙马的渔业会堂 那祭堂的里面我们会把休于旗 我们最近在整理这个相关的 相关的资料 希望能做一些相关的规定啊 希望能够达到休于的实质的目的 因为休于旗正好是鱼的产卵这个量最大的时候 可能接近排卵的时候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审慎的研定以后 跟福州海岸渔业局这边做一个共同的配合 局长我的意思不是大陆有休于旗 它渔业不能出海 我们这边也没有定的休于旗 目前我们在政府上在中央政府 渔业署部分并没有强制 我们临家现在我们议会可不要求说 这段时间是雨的长暖期 我们云民就让它休息一个两个月 不要出海补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要涉及到相关的 休于旗期间的奖励的措施 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要跟大陆配合 第二个我们要跟月署来做联系 那休于期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 休于期的一些类似补贴的一些措施 才能做相关的意义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最近会作业 那希望在下一次的这个龙马月会谈的时候 希望把这个部分能作为一个 本席为什么会提出来说 休于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那边休于之后 他现在变成 他到我们这边 他是老板了 我那天跟一个碰到说 你看这个是我的船没关系 像雨抓及时上来 我马上录录录录吃了 我说怎么 他说我投资这个船是我的 我们才是后面的老板 搞了老半天 变成我们被人头 他们发财 他们在没有那个休于期间 在我们沿海一带 大肆的那个捕育 对不对 他那边不能捕育 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而且是大陆鱼工在那边 我们这边捕育 而且老板还是大陆的 所以这边我最近也知道 这个相关包括这些渔民的 跟渔会的这些制度 我觉得我们都要做一些修正的改进 不然的话这些 一些台面上合法 台面下有一些非法的行为 我们都要做一些相关的议制 包括我们渔会 很多根本不是渔民的会员 因为我们地区 这个工商普查 农渔会 总共普查才254个人 但是我们渔会的会员 超过1000多人 那我想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认为需要做一些 检讨跟作业的一个模式 我想刚刚副议长提的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在这个列广 在做相关的作业之中 对了 我想说贾渔民确实是很多了 因为暂地政务期间 就是因为以前去缓起 搭这个船比较方便 能够到环企去 所以说贾渔民特别的多 好不好 我想这方面试试看 是不是能够有从事 本身的行业 没有的话 我们政府要注意到这一点 包括政府的补助的经费 我们都希望落实 真正是从事渔业的 这些渔民的身上 好的 请坐 谢谢您的答复 休息十分钟